看在中国的评论区那些傻屁他妈的 连最基本的逻辑和常识都不具备 这个开银行哪个银行还能自己印钱 银行它就跟那个当铺差不多 它是要把人家存进去的钱 然后拿来它自己玩 它的银行才能运作得了 它把人家存的钱它要去投资 然后又拿来放贷 它放贷的利息肯定是比重贷的利息要高 俄罗斯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地区银行 把这个德国的德意志银行和意大利的联合信贷银行的 大概各自几个亿美元或者欧元的资产给冻结了 但是那个钱大量的应该还都是俄罗斯人自己存的吧 应该是对西方国家大批的啊 这个大概有七千多亿美元吧 冻结俄罗斯在海外资产的一种报复吧 但是西方国家冻结的俄罗斯资产 很多都是俄罗斯的那些贪官 还有那些寡头的钱 但是在俄罗斯境内的西方银行 是吧 这些分支机构存的钱 应该大量的都是俄罗斯老百姓的 所以 独裁国家 这些贪官 这些寡头 这些官商勾结的既得利益集团 他们当然是有软肋 是吧 民主国家 软肋不多 既然在德国跟意大利两个银行 在俄罗斯开 他在那边开银行 那么他还带着钱过去开啊 哎呦 真的是 他还能发行俄罗斯 或者发行什么货币啊 对吧 都是你们要成全进去 他老是去放贷 放完之后 然后再付你们一点的利息 他这样玩的吗 银行就是这样空手 他白了嘛 那评论区很多他妈傻别人 连最基本的这个常识 跟逻辑都不具备 还在那边欢呼 欢呼个啥呀 既然俄罗斯国家 他能够没收这些银行 别人在他开银行那些钱 那么有一天 你老百姓的钱 他同样的可以抢 其实存进去那里面的钱 都是俄罗斯当地老百姓的钱 难不成人家欧美那些人 他还跑到你卧室去乘钱 真是奇怪 对吧 本来这种国家 就是烧烧强略 诚信 你看他这么一做 谁敢 谁敢还在他那边 还在他那边去投资 开银行 对吧 开银行也好 投资也好 你搞一个什么 神医在那边 他给你没收了 你敢吗 这个又暴露出来了 苏联就是强略 强夺 诚信的强盗国家 哎呀 我希望我们这边也这么干 我们这边 也把那些在华的一些工厂 什么扎打银行 汇丰银行那些资产 把它全部给没收 还有一些外资企业的钱 全部给他没收 你这么一没收 人家银行里面的钱 你在国际上的信誉 就大打折扣 谁还敢跟你做生意啊 对吧 人家客服放在你那边的钱 然后你给人家 扣起来了 不给了 真的无语了 很多人都还觉得 无论是这种行为 还在叫好为他 他在国家玩了 吃了 这是时间问题 现在 他为什么普京要到这边来 到这边来 就是要想联合这个小 这个儿子嘛 联合这个儿子 跟他一起对抗 对抗那些文明国家 那吴隆斯这种做法 完全就是不要逼脸的做法 那欧盟美国这些制裁 吴隆斯 他是制裁他 一般都是他的高官啊 他的跟战争有关的那些 企业对吧 他们的钱 然后把它冻结起来 那么人家德国跟意大利 这里那边开银行 人家 人家有得罪你了 对不对 那这啥事 这些没有底线 他啥事都能干得出来的 很多人还在为这种行为就好 所以这个国家 很多老百姓他们 一些苦难都是咎由之趣 都是自己 自己的认知太低 然后才导致自己 很多你看那些人都是底层嘛 三千块钱一个月的人 在那边高兴得不得了 自己国家都一团糟 现在这共产党还能不能程序下去 都说不好了 什么国家来收购房产啊 收购房地产 这些 你说在哪一些地方发生过这些事情 世界上 对吧 国家来救市 经济运转不动了 然后什么又发行国债啊 这些东西都是以前 欧美几十年以前 人家玩过剩下的一些东西 你就证明这个国家 穷途陌路了已经 他已经玩不动了 他才搞这些东西 对吧 自己他妈的 一屁股的事都擦不干净 他还操心 还在为那边高兴 俄罗斯收了那个德国 意大利的银行 然后人家外国开银行的人 一般都是私人的 对吧 人家到底 俄罗斯那边去开银行 都是私人的行为 你把钱给人家动起了 真的是 这种事情真的太可怕了 我觉得 我觉得 俄罗斯这个国家 以后也是跟朝鲜差不多 他们几个国家 以后就抱团去了 他们的模式 他们的那些行为都差不多 自己关上门来 自己玩 只能这样 俄罗斯本身他就很穷 他每年的GDP 他的什么出口 贸易 他的什么 他其实并不强 而且他军工军事 他啥都不行 这是打乌克兰战争 他全部都已经把它暴露出来了 啥都不行 一个啥都不行的国家 还要这么玩这种 还要玩这种 不要脸的强盗 的这种做法 就死得更快 打也打不过人家 你说打这个战争 打了这么两三年 他得到什么东西 他这个叫自损 这个叫什么呢 人家讲的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打乌克兰 打到最后 人家那么多国家 跟你对抗 你俄罗斯一个国家 打那么多国家 打来自己的人都打光了 现在基本上都雇佣兵 看到没有吗 前两天的视频 华人啊 什么非洲的小黑人啊 这些都过去帮他打仗 他自己就一亿多人 他人口也不多 哎呀真的搞笑 我都不知道这个普京 他妈是老子出问题了 还是怎么 反正这些独裁者都是 反正这些独裁者都是 智商不行的 真的 他智商好的话 他就不会搞这么多 害人不利己的事情 搞这些出来 我们这边一样的 我们这边就是说 体量太大了 人口太多了 他的那种 一些危害性 他不是说 一天两天 三天五天 就能够显现 他是慢慢的 就慢慢看 把什么以待 很多东西 给你 谢谢大家